郭台铭宣布要来参选 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 这也让在野势力一分为三 有很多人就说 那这样不就等同于保送民进党的赖清德吗 甚至现在还传出说 有绿营的明代喊要帮忙郭董来联署 那么民进党中央则表示了 说这是国民党的家户事 也要求这个明代们不要鼓噪 赖布怎么开郭董宣布参选 被问到郭董参选总统大选 赖清德出席活动面露微笑 好心情藏不住 因为眼前在野阵营一分为三 赖清德艳然成为最大赢家 这可让部分民进党支持者嗨翻了 兴奋直呼要帮郭董联署选总统 民进党立委也是赖系子弟兵的 林俊仙第一时间也在脸书发文 不要是有选民说要帮郭董议员总统梦 民进党桃园市议员 黄琼慧还说服务处接到民众电话 询问哪里可以帮郭董联署 喊话传着机准备好了 郭董参选无疑让绿营对选情更乐观 不过传出民进党高层 为此急下令党公职不要胡躁 选举总是大家喜欢热闹吗 在民进党的党中央里面倒没有特别去说什么下令 谁不得去干什么 他们在暗地里本来就会去做帮忙 如果最后是斯卡都的话 那么赖清德真的做梦也会笑 那真的就变躺着选了 不让蓝营算是躺着选赖清德持续通斥选情 但现阶段对国民党来说 受邀任务是团结求胜 蓝营先是首长纷纷跳出来 卢盛连脸书送来侯友宜 直呼友宜兄是个大直男 不会花言巧语但真诚踏实 蒋华安同样贴出与侯友宜相拥照片 写下自己眼中的侯友宜 他会冲向有枪声的地方 公而妄私只看民众福祉 如果未来真的有整合的可能的话 那么现在也并不需要 大家一副的这样子拔刀相向 国董宣布参选后 对国民党来说是敌事友 蓝营持续释出善意 不放弃任何整合机会 华视新闻与失踪前 N小组台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